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109集 停事了 港岛古民们奔走相告 齐刷刷松了一口气 除了像夏小兰这样大笔做空的 谁都不想股价继续疯狂下跌 听说连交所主席 半夜打电话给HK财政司 要求停市 是真是假啊 真假有什么关系 都停市了 等到下一周开始 股市是不是就稳了 肯定稳了 这样的讨论 可不仅出现在大公司的茶水间 菜市场遇到的主妇和阿婆 也能说几句呢 都指望着停市四天后 下星期一 复市会有好消息 张拜伦有点可惜 没想到连交所会玩这一手 他忍不住骂连交所主席很怂 却又知道 连交所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在积极应对 早知道 早知道什么 早知道会停市四天 昨天平仓 赚到五千八百万 心满意足的离场吗 夏小兰摇头 巴伦 我冒这么大风险 可不仅是要赚五千八百万 夏总 您认为下个星期一 港股还会跌 会不会跌 你注意观察 很容易得出结论 观察什么 自然是观察美股咯 这场波及到全球股市的震荡 都是受美股影响 在10月20日 港岛连交所宣布停市四天消息后 有人质疑这样的举措 有损港岛自由经济港的形象 被连交所主席大喷 说自己是在最大程度保护港岛的金融安全 这说法得到了港岛财政司的支持 不用说 质疑的人要不就是不炒股 可以站着看热闹不腰疼的 要不就是像夏小兰这样做空的 恨不得股市跌得越多越好 夏小兰虽然大量做空 面对连交所停市四天的举措 却一言不发 赚钱是注定了的 何必要强行出风头吸引炮火呢 门声发大财是夏小兰此次的基本策略 连交所的主席也没说错 停市他一个人担了骂名 却让港股得了几天的喘息时间 也让港城政府有时间想办法就是 10月20日当天 全球股市继续下跌 不仅是股价下跌 全球商品价格都在下跌 从贵金属铜等工业原料 到咖啡糖和纺织品等生活日用品 没有一样不跌的 这下 喷港岛连交所主席的声音 顿时少了很多 如果港岛不避开 受到的影响岂不是更大 又不仅是港股在想办法就是 美国那边 很多上市公司及时发布了 最新财报和经营数据 想给股民打上一针强心剂 瞧一瞧看一看呀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们公司是盈利的 股票是值得长期持有的 你们不要着急抛售啊 哼 没什么用 一直保持盈利的上市公司 股价还在跌 这就很蛋疼了 大公司们不得不使出绝招 他们开始从股民手里 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 为华尔街股价下跌托底 大公司们自掏腰包 不仅在救市 也是防止自己的股份 落入前来抄底的 金融炒家手里 这些举措是有效果的 10月21日 美股指数回升了120点 谢天谢地呀 终于不是下跌了 只要能稳一稳 美股就能缓过劲来 美股稳了 全球股市自然稳了 港岛这边也宣布了 政府针对此次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 政府将安排给期货交易所 高达20亿港元的贷款救助 其中10亿直接由政府拨款 另外10亿 则由期货交易所的股东们 和股票经纪公司一起承担 这是大大的利好消息 有利不太懂 夏总 为什么股价下跌 政府反而要给期货交易所贷款 你让纪经理讲 纪经理没讲上 张拜伦很乐意给美女秘书科普 因为20号那天 HK期货交易所的户头大量亏损 期交所的储备金不够 应付不了这场金融风潮 HK的期货市场一旦崩盘 那些期货经纪人 就会大量抛售手里的股票套现 股价会下跌得更厉害 期货市场先崩 股市后崩 整个HK金融都崩溃 就是挺可惜的 股市不继续下跌 启航赚的钱就少了 夏总真是很稳啊 一点都看不出担心 能亏几千万或者赚几千万 都面不改色的女人 果然不能小觑 夏总 情况就是这样 夏紫玉也不懂 为什么港城政府要救市 却是向期货市场贷款 不过C2投资有人懂 解释给她听就好了 那等到下个星期 也就是10月26日 联交所一开市 股价又会上涨了吗 夏紫玉这问题有些雕 现在看来是有很多救市的举措 但会不会上涨 还得看开市后的实际情况 夏紫玉的助理只能含糊的 起码不会再跌那么快 除了贷款20亿给期货交易所 HK银行公会和渣打 汇丰银行等一起宣布 26日这天 贷款利息会由8.5厘下降到7.5厘 降息会刺激股市 而且李生也表示 要斥资10亿回购股票 这绝对是利好消息 李生就是在股灾到来以前 旗下四家公司公股筹款 从股市抽走超过100亿现金的那位富豪 现在还不是港岛首富 不过很快就是了 他要拿出10亿港元回购股票 和美国那些大的上市公司举措相同 都是在救市 有了这么多托底的人 26号港股再开始时 的确值得期待一番 不要说马上上涨 起码下跌的势头 应该被拦住了吧 夏紫玉心里 还是不太舒服 如果26号一开始 夏小兰就平仓 也能赚到几千万呢 夏紫玉想从手下人嘴里 听到股市会涨的结论 哪知他们只敢说不继续暴跌 夏紫玉也觉得头疼 一天亏上千万 C2是挺不了几天的 先前还觉得老天爷这回站在他这边 十九日那天港股大跌的势头 好像又开始偏爱夏小兰 一开始是被夏小兰给挤兑的上了头 连交所停市四天 夏紫玉也慢慢找回了理智 其实 二十日那天如果港股继续下跌 夏紫玉也只能忍痛割肉平仓 幸好连交所宣布停市四天 给了夏紫玉一个喘息的时间 在这期间又宣布了诸多旧市措施 夏紫玉迟疑道 如果明天股市表现不错 卢家报业的股价 能比十九号上涨一点 我们的亏损可以控制在八百万以内 就立刻平仓离场 夏董总算是理智一回了 助理很是欢喜 亏八百万能脱身就不错了 这叫及时止损